通常每年最期待的就是出全息 我的生活的成本要回來了 所以有時候有現金股地發放的時候 會特別去注意說出全息那天股價會調整 然後往下調 通常我會去再往下調的時候去加碼 就是除完全息以後你才進去買 就是當天往下調整的時候 我可能會開盤去看他的狀況去買 其實是一個減評的心態 但是這種時候通常不會買太多 最主要的進場還是用KD的部分 對抓長期偏低的位置去進 可是你剛剛講說你是要領配息 那你在他已經發 就是除全息以後你才進去買 對 那不就少領了嗎 你沒有前一天就進場 其實算是應該說 這是兩個買進的邏輯 如果用KD來講的話 是我要抓長期的低點 那除全息的部分是因為這些公司 他第一個基本面是良好的 所以他去填權填息的機率相對高一點 所以我會選擇在他除全息調整的時候 去減一點便宜 那如果說他後面有一段除全息行情上來 也許會少量的去出 對 那也可能不出啦 如果我真的非常愛這間公司的話 就是抱著 對 好 剛剛其實有提到這個月K 它是一個很長的周期 所以像這邊上面是日K下面是月K 那我說的買進的點啊 像最近留意全家的話 月K它是一根小小的紅K 那你在線圖看 其實他最近說這一波上來的時候 這裡是非常平緩的 其實你看不出什麼跡象來 但是當你換到日K會發現 這個就是我們技術線型上面說 很多種突破多條均線 或是多頭排列的看法 對 那當你用日K的這個維度去看的時候 你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那我會喜歡買這種月K這個樣子 是因為這個時候我可以知道 全家它過去很高 一路往下修正 到現在它排很久 而且有可能有機會它要開始漲 我會希望買在這樣的位置 而不是買在一個 它有可能繼續跌的位置 那既然它有可能繼續跌 我就把我的資金留著 等你跌更多我再來買 對 所以這大概是日K跟月K的一些看法